把这个销球的生命力通过这个胶水 特别是水溶性胶水使用以后 会不会还有更多的销球 这样的全面 手打得太漂亮了 侧身抢拉斜线 再雷去拉 马龙再防守 高调弧圈 连续高调弧圈 前冲弧圈球是拉球的高点 它主要在不同的点上 连续拉 第四板 在进攻里头是最强的 有的人说差不了太多 有的人说差得很多 而且在那个比赛的现场 虽然都是业余的比赛 但是刷拍子也都刷好几遍 摘一遍摘一遍摘一遍 这个中路球接得很好 放短球 冲出去 拉了 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就是说拼命地搏杀 因为小球希望你搏杀 你一搏杀我搞点转不转 再配合点进攻 把你一打乱 你这个人就乱丢球了 马龙防得非常漂亮 这个站位 所以呢 它难度很大 对方 转着 拉起来 拉中路 拉中路 拉直线 右可拉斜线 拉中路 连续中路 连续中路 第三排 第四排还是中路 第五排还是中路 第六排 它有的时候 这个来不及跑位 漂亮 如果不反攻的话 它这个消息失误率比较高 对 漂亮 有了 没有了消球选手 没有了这种打卡 应该说是 这个球的精彩度会下降很多 反拉 连续拉 第三板 第四板 自杀了一个 反拉了 这样你的失误率就高 中路 漂亮 非常好 你像这个王立琴三十 接着马林 马然和王 中国平凡球 五十年 长胜不算 这也是一个经验 就是一批接一批 当第一批 踢队顶上的时候 已经注重第二批队 甚至第三批队的建设 冲中路 衬手 二比六 可能给对方造成更大的威胁 哎 好的 好的 漂亮 自然的去应对 你看这球是防出来的 现在注入打球,马龙拉起来 行动对攻 这马龙的就